当时从艺术学校考音乐学院 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那段时间挺坎坷的 但是没法说 没法全跟大家坦白 谈恋爱对你来说是一个很遥远的事 那是一个梦 经常会被问 其实还假装说我不难受 那怎么办 难道说我好难受 我好恨他们 这样说吗 当然不会了 妈妈呀 大家 还东北华 妈妈呀 就开始了 可乖了 就在这蹭了 我想买一个那个傻什么的 我没有办法 永远都是对谁都点头哈腰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以前是那样的 但是我觉得我被伤害过 我也没有必要逼自己成熟 毕竟也是刚大学毕业 所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就比如微博评论 有好的声音 也有骂的声音 然后也有那种非常脏的那种话 都让我很气愤 然后把这个父亲的这个图像 纹在手臂上了 对 就觉得以后走到哪儿都是在一块的这种感觉 对 其实你看我生活中看你 我就觉得是挺清淡的 但是在舞台上 我固有的印象就会觉得摸摸是那种 就装容比较夸张 然后比较浓一些的 就是最早的一个样子吧 这个样子给大家留下印象特别深刻 你永远也改变不了 是 我记得你还说 因为你的妆容有两一点 就特别引人注目 一个是眼睛 一个是唇 但你说眼睛和唇都不能同时重 对 所以就是以前我的错误 就是同时是比较重的 而且这个同时重的这种妆容还要分场合 可能你在MV当中那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平时出席一些活动 就会不保险 你真的是跟浓妆之间只差一张嘴的距离吗 对 只差一张嘴 对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形象 舞台上我印象最深是你的大红色口红 现在用的还多吗 很少了 对 因为大家觉得可能有的时候 我怕大家觉得太突出 你的化妆包里面一般会放几只口红呢 就是里面有很多口红 很多很多 大家可以看 那就是你的化妆包里面口红是占一定的量的 对 因为我自己平时也会收集口红 这里面就有橘色的 早期的时候用的比较多 橘色我也蛮喜欢 自己喜欢嘛 这种颜色是我现在喜欢的颜色 对 这种颜色呢 我觉得这种颜色很嫩 是以前常常规的 现在也不常用 其实我个人很讨厌粉色 这就是以前的那种 大红色 大红色 哑光的那种 如果大红色是那种亮的 我也吃不消 我不喜欢亮的 我看你就是my lips这个my movie里面有一个logo上说谁要保湿 谁要保湿才不脱皮 对才不脱皮 其实挺搞笑的 对 我觉得这个季节天气特别干 所以保湿还是很重要 就是干到我一个东北人都觉得干了 我就前几天睡觉起来就嗓子就是不能说话了 对所以保湿很重要 然后平时要多喝水 然后要做面膜 然后擦唇膏 其实我原本是一个非常讨厌擦唇膏的人 为什么呢 觉得好像被束缚了 就感觉有一个东西在嘴上 呼在嘴上 不舒服 对 但是后来选择了很多唇膏的不同的款式 还有那种质感 找到了一款自己觉得舒服的 所以之后就开始用唇膏 对无恋愁印象最深的就是她鲜明的个性 从妆容和口红的选择上就能看出这一点 再比如对我们给她准备的炸鸡 她也不会像通常女艺人那样避之不及 她笑颜自己是不走寻常路 然后给你准备了你喜欢的 酸奶 对酸奶 看着像冰激凌的酸奶 对 特别好 还有炸鸡 对 一定要尝尝一会儿 是啊 我还想着一般艺人看着这个避之不及 你还喜欢吃 我是个特别的艺人 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走寻常路线的艺人 然后都是大家觉得比较夸张 比较个性之类的吧 而她刚刚推出的第二张个人专辑 《接近无限》 就强烈凸显了她这种个性风格 你看其实从好声音是一二年到现在 刚三年的时间 三年时间你有两张专辑 还有一张特别的专辑 就是90后的音乐力量 对90后的音乐力量 对 我觉得这个成绩是非常让人刮目的 你自己满意吗 我自己也特别满意 我这个成绩也要特别感谢我身边的人 对这是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下才有的成绩 那我对这个成绩特别自豪 尤其是第二张专辑和那个90后的力量 可能90后的力量因为一些小小的一些平台的一些关系 可能不是说不是说就是它的范围特别广 包括它那些歌的一些曲风也是比较自我型的 就是非常的真的是很前卫 然后真的是我自己都很喜欢的 选歌完全按照你的意愿 差不多吧 但是也有不是不是我想选的 因为这个是希望有更多突破 我不太想选的比如民谣 因为我不太听 对实话讲我不太听 所以我没有把握去胜任这件事情 不胜任这件事情我就不想做 比如说别人对我想选的东西质疑的时候 我是有百分之百肯定了 因为我认定了肯定就不会出错 但是如果别人想帮我选 但是我不认定的时候 这样有可能会出错 对这是我的经验告诉我的 尤其像现在的唱片市场其实很低迷 然后很多人会说现在出唱片就是吃力不讨好 所以你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吗 没觉得出唱片是一定要讨好什么吧 但是如果大家不买的话第二张专辑 我也觉得会有点不开心有点失落 因为第二张专辑真的很好 筹备了一年时间 然后每首歌前前后后包括身边的老师 然后他们都为之付出很多 非常的辛苦 除了辛苦之外我们是很快乐地做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歌都是我很喜爱的 其实你像第一张专辑那个名字叫无所不在 然后包括现在叫接近无限 我觉得这个两张专辑的名字 好像也是你音乐风格或者你个性的一个标签 我觉得这个专辑名字有很多向往 听起来就是很无限的感觉 很厉害的样子 然后这可能是大家对我的期待的一个样子 对所以是这种这种名字吧 所以台上你大家经常会用一些关键词哈 比较怪啊比较夸张啊 飙心利益 就是生活中的你跟这三个关键词能搭到一起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认为的怪我并不认为怪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评价自己 对其实每当听到这样的标语 而且就过去很久了 三年时间了 我真的就是觉得挺无奈的 是习惯了 但是还是会觉得挺无聊的 有没有点别的词了 你不用无聊来形容吗 真的挺无聊的 就非常无奈 我觉得做艺人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但是不会影响到我 对你现在这张专辑叫《接近无限》 你平时是一个就是那种想象力比较丰富 然后天马行空的人吗 我现在不知道我有没有想象力了 对我小时候很有想象力吧 对然后比如我在练习一首歌的时候 我就能想到那首歌的MV要怎么拍 就唱歌的时候很有画面感 但现在的话就是MV什么的有导演在 人家是专业的 我就别插嘴了 但是我其实想提出自己一些意见 因为有的地方 我觉得可能时间啊 条件什么的会有一些缺陷吧 这次练舞据说经常每天连续八小时 其实我喜欢练舞 但是我是喜欢自由的练舞 但是每天都是八小时 我就是觉得我的上帝啊 对啊 我觉得因为我一时刚大学毕业不久 没办法说把自己装成一个成熟的大 就是特别成熟的大人 在社会上工作那种就游刃有余 没有任何情绪 没有任何情绪 真的不可能的 对 然后就是练舞的话八小时就是已经记住了 但是在练就觉得自己吃不消 有的时候会上吐下泻 所以我就是咬着牙硬着头皮也要把它练完 对 这个是支撑我的一个信念 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即使自己再痛苦也要把它练完 可是梦梦我说我跟你聊天 我发现当你很多东西变成工作的时候 你的兴趣就少了 对 我没有办法两者结合 对 那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坏事吧 那怎么有检验的方式你有吗 没有 但是想想这样的状态以后还要持续 你心里会一紧吗 或者是 会 对 对 就热情 已经几个月没有回家了 就是就没办法 毕竟自己觉得还自己 就是真觉得自己还不够完全成熟吧 对 我也没有必要逼自己成熟 毕竟也是刚大学毕业 所以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对 你应该是个真性情的人是吧 是 喜怒爱乐都挂在你上 对对对对 特别不好 但我觉得很难得 因为当一个人的工作都已经变成定制了 如果情绪还定制的话会特别痛苦 其实自己就会活得很假 就活在一个很假的世界 把自己逼死 很多东西还是不能两全 当你的工作成绩交了一个这么好的答卷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这些困扰 对对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自己就是想想 就是这个样子 它是一些机会 2012年 吴莫愁参加了第一季中国好声音的比赛 最终代表导师哈林战队 决逐决赛 以鲜明的个性风格和独特的唱腔获得亚军 那一年 20岁的吴莫愁是沈阳音乐学院的大一学生 说起参赛的初衷 他说好声音这个舞台特别酷 然后参加好声音比赛是因为之前也没有什么参赛经历 然后那个夏天非常无聊 我是一个就是做一件事情 然后很快就可能把它看得比较透吧 可能会了或者是已经学到精髓了 就要换别的那种人 不想在这拖延太多时间 所以那个时候正好有关注这个中国好声音的国外的版本啊 就觉得这个舞台特别酷 就感觉其实本来我会 我是觉得一辈子都不会有那种舞台和那种机会 对就觉得不可能 对所以当时去参加这个比赛更多的是想给自己找点事哈 有一个新的体验 对特别好玩 然后到了那之后 以前觉得自己唱得挺好的 以前觉得自己就熊霸这一片了 然后上了这个比赛之后发现唱得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你觉得你是一个人来风景的歌手吗 就是比如说像比赛型选手 在舞台上发挥要比平时会更好 不我在舞台上发挥不好 基本发挥都不太好 都没有平时好 紧张啊 然后大家看着好像不紧张 对啊 其实很紧张 唱的很多时候我自己都不满意 我之前的印象是觉得比赛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什么规则有没有啊 因为都是带着行李都收拾好 就是准备马上下去之类的 就是不抱任何期望 那个过程 我把我的几个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叫过去 然后一起陪我比赛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那个比赛是Battle之后的那个 都是唱到凌晨 比到凌晨三四点 其实挺吓人的 对一个没有比赛经验的人来说 你一比赛就很紧张了 还后半夜唱 这真的是太要命了 从一二年到现在这三年 这三年你有的时候觉得往回看 会像一场梦的感觉吗 我倒希望是一场梦 它并不是一场梦 我看有一种评价 说你用三年的时间做了很多歌手 十年或二十年都做不到的事 不能说人家做不到 就是做 就是有很多非常好的机会降临在我身上 然后我也愿意去接受 并且希望展现自己的想法 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 初衷肯定是这样的 对 然后我觉得我已经做到自己能做到最好的样子了 就是我也挺满意自己的状况 你在没参加好声音之前有做过明星梦吗 在小之前做过 大了之后就好像仿佛就隔着电视就看懂 这个行业了 就觉得可能不是那么光鲜亮丽吧 不是永远都是那么美好的样子吧 因为很辛苦吧 然后比如看一些明星采访的时候就想 为什么总要抓这个问题问他呢 对啊 然后他这个回答是不是真心的呢 我都说的是自己的真实感受啊 我觉得好像很多时候可能都身不由己吧 或者对 所以我觉得长大之后这个梦其实真的不强烈 作为90后音乐人的代表 吴莫愁从中国好声音出道三年 便在华语乐坛占有一席之地 虽然成绩有目共睹 但有关他的长相造型和唱法等各种争议也不绝于耳 你刚刚看到这种所谓别人对你的争议啊 或者不喜欢你 是在从好声音进行过程中你就感受到了吗 还是你出道以后作为艺人 进行过程中就强烈感受到了 包括那种束缚感 就比如微博一下子炸开了 然后在下面评论 有好的声音 也有骂的声音 然后也有那种非常脏的那种话 对 都让我很气愤 但是我又没办法 但你现在说起来 我觉得已经算挺轻松的一件事 对那个时候你是特别大的一个事 那时候对我来说是挺大的事吧 对之前那个时候还假装经常会被问 其实还假装说我不难受 对那怎么办 我难道说我好难受啊 我好恨他们啊 那要这样说吗 当然不会 就是自己调节自己的心态 然后现在就是完全就是没有感觉 爱说什么说什么吧 因为参加这样一个比赛 就是你进入艺人这个状态似乎没有缓冲 要是别人 还要一个还要充分的心理建设 我觉得你那个时候完全就被推着走 一步一步的全由不得自己 对 其实挺不一般的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心疼自己和佩服自己 对 就是挺难的 对 所以还来不及享受一下 哎呀 明星是一种感觉什么 真没觉得哪有享受 真没觉得 其实有点像一句俗语 就是有点拔苗助长 有点 其实是有伤害的 对 很疼 但是呢一方面疼 一方面就是你一开始就是在这种高压下成长起来 可能你当未来的时候遇到什么事 都觉得可以挺过来 我觉得我未来应该没什么事 那现在就是艺人这个称谓 你觉得你已经完全适应了吗 适应吧 不适应也没办法呀 对 在大家心里你就是 对啊 就是这样 成名之后就是最直接的反应会有 比如说你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会有人围观 然后这个要跟你拍照啊签名这样的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适应 就是别人看我 对 那种感觉 我觉得如果是真正在工作这种工作场合也就 对对对 要是私下里的话可能就是被发现了 你是谁谁谁那种 我就其实是很不习惯的 对 那种不习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想不习惯的 但是就觉得大家看我 我觉得我浑身冒冷风 然后不知道该干嘛那种感觉 这个我觉得就是你台上跟台下的分别 你看你台上你必须要求自己成为主名的焦点 对 但台下你会恨不得跑到角落里 对对对 别发现我 别看我 那人家看你的时候 如果你表现那种情绪 因为你在了娱乐圈可能就变成另外一种声音了 说这人是不是耍大牌 有过这样的说法吗 我觉得这种吧 我也是无所谓了 对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很多时候身不由己 然后如果你永远就是我 我没有办法永远都是对谁都点头哈腰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以前是那样的 但是我觉得我被伤害过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自由一点吧 对 不是所有人都是 能感觉到你那份真诚的 真的 有的人是不会去接你这个东西的 他一样就是 该怎样你 讲你就怎样讲你 该不喜欢你就不喜欢 所以我去做我自己就好了 我为什么要因为别人的这个眼光 来去判断自己应该为他人怎么样去那种那种的改变 对 其实你刚才这种态度还是很90后的 就是比较特立独行 但你又经常表白说我自己是非典型的90后 这个是怎么讲的 非典型90后 所以我还是不够不够那么自在吧 对 对 我还是 我觉得其他的人如果像我一样的话 可能也会找到一些让自己玩得嗨的方式吧 可能我觉得我的工作量有点大 然后我身体也不是那么好 我就也不爱玩 真的是比较乖的那种 对 不闹的那种孩子 吴墨愁与音乐结缘始于爸爸的音乐大棚车 那时爸爸总是开着一辆大棚车 带着吴墨愁和妈妈到全国各地演出 当时爸爸唱的最多的是哈琳的歌 尤其是那首《让我一次爱个够》非常受欢迎 他在年轻的时候表演的时候 就是也唱这首歌 然后就很受欢迎 因为老师的歌很受欢迎 不是因为他吗 但是他也是很有表现力的这样一个歌手 其实他在我心中也算是我的偶像来的 他就是很多才多艺这样子 对 我觉得不知道有时候会幻想 如果他现在做我做的这些事情 他是怎么样的 他会不会就是很任性那种 我觉得他可能会 小的时候你喜欢唱歌是父母 他也很支持你发展这个兴趣 对对他们很支持我 然后尤其我的母亲他就是 就是很肆意的支持我 就是如果我不喜欢唱歌了 我喜欢电影了 他也会支持我 我喜欢什么他喜欢什么 包括那个时候你喜欢音乐 想去买一些跟音乐有关的东西 磁带什么的我自己也没有钱 就趴在那个橱窗就看 就是觉得 对每次拆开那个CD啊磁带DVD的那个 就是纸的时候都特别开心 就是要把这个磁带听烂的那种感觉 然后什么东西呢 随身听 什么大的那个录音机播的那个东西 小的复读机什么东西 设备提前 就是每次买那些东西 就是提前就得先做好准备 就先跟我妈就是绕 哎呀妈妈呀 大叫 就是还东北桓 妈妈呀 就开始了 哎呀可乖了 就在这蹭啊 然后对 然后我妈就觉得说是有事吧 这里头 对 我就绕我绕我绕就绕到最后 就说我想买一个那个傻什么的 对我妈很大方 她都买了 真特别感谢她 当时从艺术学校考音乐学院 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那段时间挺坎坷的 但是没法说 没法全跟大家坦白 对 但是结果就是 如果好声音算是一个很灿烂的夏天 那我高考的那时候就是起起伏伏 特别起起伏伏 就是我快考文化课的时候 我父亲去世了 对对对 然后我就是 就觉得不太相信 但是也是眼泪止不住 就是那一刻是极度崩溃吧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对于我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 身边的同学呀 同学的家长呀 那种氛围很紧张 大家都想磨破脑的那种感觉 要考到一个什么什么学校 考音乐学院也是你爸爸的一个愿望吗 不是他愿望 是我愿望 我就是觉得 就只有那个学校我比较喜欢 其他的学校我不喜欢 就是就去考一下吧 考不上就考不上 考得上就考得上 然后也没有添其他学校 只添那一个 因为你分数 如果没够那个学校 但是你如果够你之二之后那个选择 也是可以有学校上的嘛 其实也是有点极端的一个表现 所以就是说当爸爸去世 你都没来得及去悲伤 就得投入到这种高考的附属 还是悲伤了 被提的过程中 你就脑袋里只想这件事嘛 就算是把这件事情挤出去那种感觉 就是背到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 这样子 因为只要一清醒一想到就会 不听了 哭两个 那个爸爸去世的时候 离你高考还有多长时间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对 所以真的 我觉得自己特残 那时候觉得 就是那种跪地问苍天 你为什么那种感觉 就是考上那一刻 你觉得也是对他 最好的一个告误 他其实就是在 他去世之前的一个月 因为我是考艺术生学校 我还有专业考试 我要先考唱歌呀 就时尚练耳 乐理呀 这些东西 然后那时候是四月份 刚好那天是我的生日 四月十八号 然后天气特别好 就是有一个快递员 他就送一个 就是有一个通知书 然后那个快递员 感觉心情也挺好的 对 然后我也觉得很幸福那天 然后就收到了 我本来以为我考不上 很多原因吧 只能这样说了 没想到考上了 我又觉得是情理之中 又觉得很难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我就打电话 给我的爸爸和妈妈 那时候他们 在我的更老的老家 对对对 就是他已经接到这个消息了 他已经知道 我已经成功了一半 这一半已经很难了 其实他就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我觉得这些事情 就像昨天一样 像你最终就是考上音乐学院 然后接到那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那个是开心的笑了 还是那种会流泪呢 都形容不上来那感觉 特别神奇 应该是一生中 就是没有第二次的那种感觉了 因为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 各种不容易 对 然后觉得自己能熬过来 就是太棒了 就是跟妈妈也是 就是觉得 妈妈也觉得很欣慰 很开心 就两个人就变成了更紧的那种 依靠那种感觉 对 你像这种家庭的变故 对你来说 就是遇到的太早了 我觉得是挺早 因为就是完全没有一种准准对对对对对对谁会有那种计划和那种完全就不在自己的观念里 就不可能就是早着呢即使要没也不是这个时候对吧那种感觉 现在看算是你生命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痛 嗯对对对特别的对痛 我还听说是你把爸爸的这个头像是就是刺青在胳膊上 对就是这个考完大学之后考完大学那个时间包括到开学 其实要比平时九那个假期有三个月 因为你考大学的时候六月 对再开学九月了 嗯 以前放假都七八月吧 然后那个时候就很有时间 然后就就就就把这个设计了一个图像 然后把这个父亲的这个图像纹在手臂上了 对就觉得以后走到哪都是在一块的这种感觉 对但你刚才说你曾经的时候是不敢提这些事 可能提的时候就会流泪 对但现在就能忍住了 嗯 现在刚才也想哭 但是我也觉得哎就是总是哭哭啼啼的也是够了 对然后之前其实之前那种哭是是不一样的 那之前那种哭因为离的时间也比较近嘛 而且都是被大家先去问出来知道吗 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心里是不开心的 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问这个问题 就忍不住哭这样子 现在不一样了 当你去主动提提及的时候就说明可能你的心血已经平复了 对对对 这就是一个一个很很很很很难忘的一个经历 对变成这个样子了 让吴莫愁略感欣慰的是一度非常崩溃的母亲也逐渐从悲痛中走出来 母女俩互为精神支撑走过了这段难忘的日子 现在母亲是吴莫愁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那现在像你工作这么忙 就是你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啊是不是很有限啊 对啊很有限我已经几个月没见到她了对啊 然后就很想她呗就这样呗然后视频通话这样子吧 但是妈妈有的时候可以跟着你的工作节奏啊比如说你去哪演出她过来看一下 她也是跟不太住吧 曾经跟过吗 每一次有跟过因为那我都是找就是相对在这个城市 比如有三天时间算长的你知道吗 因为每天都在飞 如果她来这个地方看我一下她还得再飞 如果为了跟我时间久的话她还得飞 她坐飞机也很累的 就是也一把年纪了就别折腾这样子 所以有想到让自己的工作节奏慢下来 能陪多陪妈妈一些时间啊 这个也是对她最好的安慰 我也希望吧 希望可以多给我点时间陪陪母亲 那比如说当自己这个现有能力啊有一定的收入 其实你给妈妈给予物质上什么东西都能给得起的 那你最想给到她什么呢 我就是想跟她在一块 然后跟她一起出去旅游旅行这样子 特别像 目前是奢望没有做到呢 对 给过妈妈就是礼物吗 比如说在母亲节或者生日的时候 她不过生日 然后礼物 我觉得其实我小的时候我第一次赚钱 是跳舞 跳舞 就是街舞那种 也不是给谁伤舞就是几个人都在跳那种 然后赚了两百块钱 然后给妈妈买了一个腰带 那个皮带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更加珍贵吧 现在就是我觉得她可以完全自己支配自己这样子 重要的还是要多陪伴她 因为她只有她一个人 她很孤单 那现在你的收入是都归妈妈来管理吗 我不管 所以其实她自己是可以支配的 从物质上妈妈可能现在是不缺了呢 更多就还是情感上的一种陪伴 对她很她很孤独 她一个人 完完全全一个人在家里待着 对她这种孤独的感觉 有的时候会跟你表达出来吗 还是妈妈对你只是报喜不报忧 不会对她也是很坚强的女性 对吗 对你跟她说话会撒娇吗 会就自然而然 这没办法太亲切了 就是平时要是说就是女生撒娇啊 可能会好过一点 日子好过一点 但是我就不行 只有跟母亲这样 就是没觉得自己撒娇 就觉得应该那么说话 对 就很温柔感觉 所以现在谈恋爱对你来说 是一个很遥远的事吗 那是一个梦 是一个梦 对 经验太少 就是我希望以后有空经验多一点 这个要练习的 你别烦恼 你心引力太重 不都看不了 我只没说没知道 可是做不到 那么我觉得今天对家来说特别有偏德 你现场跟你试一下这个受邀舞 对 这个舞蹈其实特别简单 然后特特别好玩 我觉得口诀 第一个口诀呢 就是抓奶龙找手 来把双手抬起来 对对对 然后先右边 然后一 一二三四 就好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鲤鱼的龙门 就双手放在两边 然后五六七八 就这样你跳的时候要晃 觉得自己就像鱼 离开水面之后 你知道吗 就是没有水的那种感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第三个动作呢 是乾坤大摩椅 然后把双手打开 对 然后往前跳 然后往前推 就是摩椅的感觉 乾坤大摩椅 然后第四个动作是看那边 对对 看那边就看不到我 看那边 然后就是 无视大宝剑 双手要捶起来 对对 五六七八 然后回来 回来最后手放到胸前 对 就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动作 直接动作 这个是分解的 咱们能连贯的来一下呗 准备准备 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了 很厉害 谢谢 觉得很快 对啊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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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